未来十年以下这些职业将会越来越吃香 第一个网络营销人员 网络营销是互联网技术与营销推广及策划等各项技能熟练运用的综合体 在移动互联网经济迅速发展的今天 网络营销人员成为企业现代化经营中不可或缺的人才 而目前网络营销人才供应人存在巨大缺口 因此在很长时间内网络营销都是一份吃香的职业 第二个理财规划师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 越来越多的人士进入中产阶层 收入越来越高 但是多数人却缺乏理财的能力 面对越来越多的个人家庭甚至企业的理财困惑 理财规划师将会大显身手 未来专业能力强 工作经验老到的理财规划师将会越来越吃香 第三个 健康管理师如今人们的生活水平越来越好 但是不健康的饮食和生活方式极大的损害着人们的身体健康 在这种情况下 专注于人们健康管理的营养师们将会越来越受欢迎 第四个 职业生涯规划师随着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上班族越来越重视个人的职业发展 也逐渐意识到职业生涯规划的重要性 因而对专业从事职业生涯规划的规划师们的咨询需求也就越来越大 第五个 自由职业者个性化的自由经济大潮下 具备特殊专业技能的人才摆脱了企业与公司的制辖 形成了以个体劳动为主的一种职业 自由职业者通常指专业人士具备某一领域的独特才能 第六个 网络游戏开发人员 网络游戏及其增值服务每年为互联网行业创造上百亿元的收入 是未来最有潜力领域之一 而网络游戏开发人员则成为了近十年最有前途的职业 第七个 公务员在国内 公务员因其工作稳定 薪水逐年提高 高额的补贴和优厚的福利待遇 良好的社会地位和试图前景及建立社会关系网络的便利条件 让其成为无数年轻人及其父母心中最好的职业 未来十年也不例外 以上这些职业在未来十年都会比较热门 但如果自己不学习 不努力 即使现在从事这个职业 以后也将会被淘汰 其实未来热门职业还有不少 您也可以在评论中添加 会计划